攬炒罪證系列 黎智英指示蘋果六高層分工一條龍煽動對抗政權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和蘋果日報六名前高層 被控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涉案六名前蘋果高層 日前在高等法院答辯後正式認罪 控方在披露案情時指出 黎智英是案中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的主謀 他與各高層召開飯盒會 討論蘋果的出版政策下達指示 由主使開設蘋果英文版打所謂的國際線 甚至親自操刀 直接與外國勢力勾結互動 批求制裁中國及香港特區 意圖獲取外國主子的金錢援助 及政治保護 由串同各被告 直蘋果日報先受中報 及鼓吹攬炒對抗中央 控方透露 壹傳媒前行政總裁 蘋果社長張劍雄 及前副社長陳佩敏等 3名被告 將作為控方證人 鼎證黎智英 6名認罪被告 依次為張劍雄 陳佩敏 蘋果前總編輯羅偉光 前執行總編輯林文忠 前英文版執行總編輯 馮偉光 及前社論主筆楊清奇 在本案裏被控的 蘋果日報6名高層 和黎智英串謀 按照黎智英的指令行事 利用蘋果日報為平台 各施其職 報處策劃發佈 中英文煽動性文章 並邀請攬炒政棍贊文 提供黎智英所需的煽動內容 一條龍般與黎智英實施串謀黑球外國勢力 對中國或香港實施制裁 封鎖 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一環扣一環般發佈文章 善暴善愁 及鼓吹攬炒對抗政權 案情指 蘋果日報分別在黑暴爆發前後 疫情期間 及香港國安法實施前後 發佈相關涉案文章 黎智英與蘋果日報三間相關公司 涉及的違反國安法案件 將會在12月1日 在高等法院開審 綜合至今透露的特赦或污點證人 除了張劍雄、陳佩銘及另一名被告高層外 控方證人 還包括並非本國安案被告 於早前在黎智英欺詐案中 為特赦證人的 前一傳媒營運總裁兼財務總裁周達權 該四名控方證人 在案發期間分為黎智英的心腹 和得力幹障 心腹幹障3加1 出庭鼎證黎智英 相信正義可能會遲到 但一定會到 在案發期間分為黎智英的英雄 出庭鼎證黎智英的 殖深輸 都長 東